咱们今天要说的故事叫做过阴 这民间有一种人 他们有一项特殊的能力 叫过阴 这事情呢 还要从张三的母亲说起 张三母亲 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夫人 有一天呢 她母亲起得很早 那个时候大概是早晨四点多 张三母亲 就披着个棉袄坐了起来 这个时候 张三的父亲也醒了 哎呀 这么早 你起来干嘛呀 天还这么冷呢 多睡会儿吧 哎呀 我睡不着了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梦见隔壁她张婶 被一个穿着黑衣服 和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人给带走了 说她阳首已尽 该去地府报道了 这怎么可能呢 隔壁张婶啊 比你身体还好呢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赶紧睡觉 张三的母亲刚躺下 就听见隔壁传出了哭声 她母亲赶紧叫她父亲 过去瞧瞧 张三父亲 披上棉袄 就往隔壁跑 出去没多久 张三父亲就白着脸回来了 你做的梦啊 可能是真的 隔壁的张婶 真的去世了 从那以后啊 张三母亲 就多了一项特殊的技能 过阴 隔三差五的 就游婚地府一次 刚开始的时候 张三母亲能游婚地府这个本领 谁也没告诉 就是告诉别人 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有一次 张三家的一个亲属去世了 亲属的妻子和张三母亲 说我梦到我丈夫 管我要钱 你说人死了 真的有魂魄吗 世界上真的有地府吗 张三的母亲说 哟 我还经常去呢 亲戚的老婆 以为张三母亲在开玩笑 于是 他就把他怎么过阴 怎么下地府的事情 说给亲戚的老婆听 这人就问了 那既然你能过阴 你帮我下去看看 我家的那个死鬼 看他缺什么少什么 还有什么话要传给我 张三母亲说好啊 我今晚就给你瞧瞧 第二天天一亮 亲戚老婆就来了 问张三母亲看到的男人没有 张三母亲就说了 看到了他在那边过得不好 没钱花 他让你给他多少些钱过去 最好啊 再烧些车子房子过去 还盯住你照顾好孩子和他父母 你的恩情他来势再报 这事情以后 张三母亲能过阴这件事 被传得神乎牺牲 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他 求他帮忙去地府看看自己的亲人 其中有个叫李四的人 他说什么也不信张三的母亲能过阴 说什么能过阴都是张三母亲骗人的 除非啊 他带他到地府看看 他才相信 张三的母亲就说了 好啊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一呢 是到了地府都得听我的 千万不能离开我半步 什么热闹啊 都不要看 也不要说话 二就是啊 去了地府回不来 叫你的家人 不要找我的麻烦 好吧 这天晚上 张三母亲 让李四把腰带系到他的腰带上 就开始睡觉 睡着睡着 李四啊 是被一阵阴风给吹醒的 睁开眼一看 可把他给吓坏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一片灰蒙蒙的地方 他看到张三的母亲 在前面牵着他走 他这才想起来 他是和张三母亲来过阴的 原来啊 张三母亲说的全都是真的 世界上真有地府啊 又走过了一段路 李四看到了很多死去的熟人 想和他们打招呼 想起临走的时候 张三母亲提了两点要求 他又放弃了 这时候 突然有人撞了一下李四 把张三母亲和李四连接的绳子 给撞断了 李四一抬头 张三母亲就不见了 怎么都找不到了 这个时候 李四看到有个地方围了好些人 他突然想啊 张三的母亲可能在那里看热闹 他赶紧挤进去找找看 他正在找呢 突然有人推了他一下 李四就感觉自己摔了个跟头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他醒了之后啊 发现自己在猪圈里呢 问有没有人 却发出了猪的声音 原来啊 李四看的是猪投胎 错把他给推下来了 这时候张三的母亲 在地府找了李四一晚上 快天亮才回来 张三母亲醒了 就问李四回来嘛 他父亲就说了 李四一直都没醒过来 哎呀 这口坏了 我把李四给弄丢了 李四现在还没回来呢 恐怕啊 他已经回不来了 就这样 由于李四的好奇心 害得自己偷了猪胎 再也回不来了 我还没回来呢 我还没回来呢 不过来呢 李四卫